美日股评 is the 25th liukan 내Korris 美日股评 美日股评 大家好!欢迎收睇아요 美日股评 星期五 一周的港股是不滨波幅 都是在26,000點至26,200左右 算是26,300因為有升穿過26,200 就是這樣 26,000點 這個最高其實也沒有碰過26,300 在這個位置上就是上上落落 今天一度也有下線度有到25,940 但林近美市現在又升了一些 升了153點 26,201點 上回26,200 其實在這些位置上上落落 暫時未有甚麼方向 成交比較小 暫時是679億 上證方面已經收了 收報2897點升13點 升幅是近0.5%左右 跟港股的升幅差不多 這樣的話 各市沒有方向 都有多少焦點股份 可以和大家看看 繼續是很多企業的業績期 現在就看到 5後6098迫伏出了業績 迫伏說中期的業績多賺超過7.3 比起當時預測 順利會升五成更加之多 勝於預期 令到股份在下午開始時 升幅擴大 突破之前的一個上市高位 一個前頂 之前的歷史頂 就是在19.8號6 現在已經超級突破了 突破19.8號6 現在已經上去二折後 現時是21.15元 挺厲害 繼續破頂 迫伏也帶動同業的物館股份 也帶動做好 其實在這個版塊裏面 之前有些財產生活1778 做得不太好 記得之前看過 出完業績之後 是跌的 1778 現在還是繼續跌的 其實都是比較弱勢 你看到也穿了底 現在穿了底 繼續走弱 至於6098就是破頂的 本身已經是一個強勢股份 加起來 股價升也有原因 我想大部分投資者 都不是亂買 看到現在 業績又真是挺好 之前也出過型起 現在業績真是好 還要是勝於預期 另外也有出了型起 3319雅生活 今天也帶動買 一起升了 現在已經升近7% 報15.62 不過這隻是未破頂的 但在匯調到50天線 這期都是扶著50天線上 亦升上來 其實近這幾天 都有彈下 但未破15.1 現在正式升穿 之前彈上來的 當時的一些阻力 而且之前有一個孤島 這裏有一個裂口 裂口頂是15.04 亦已經補裂了裂口 其實這個橫行位 15左右 現在就上去之前的這裏 這樣的一個橫行位 今天突破上來 就頗好 上回之前的橫行位 看看突破完之後 是否可以繼續在上面站穩 看看站穩之後 有否再上 其實它都可以期望破前頂的禍 前頂是16.34 這裏就是 整體如果買物館 都是一路說 都是 Bik福就龍頭一點 最好 牙生活都是不錯 不過Bik福始終它還有 是一個半身股 半身股加上業績好 特別容易炒上 譬如之前的 Steven推介了 很多朋友都有買的 就是藥名康德 因為都是近期 其實藥股 特別是一些生物醫藥的股份 特別是當炒的 再加上藥名康德 本身就是一個 本身股 特別是好炒的 看到它的子公司 藥名生物 其實今天都有上榜 大成交升 升2% 報84.8 不過它就未有 現在就未是說 好像藥名康德 不停地破歷史頂 它現在是84.75 剛剛突破了前頂 就是84.35元 這裏就 不過如果你是作為一個 炒的角度來說 其實半身股始終特別好升 所以作為藥名生物的母公司 藥名康德 2359 就更加是爆升的 現時就升4.5% 到87.5元 我想很多朋友都有 有憂慮過 因為昨天也很明顯 在高位高開再陰燭 但今天 幸好都近乎平開 今天的陽燭和昨天的陰燭 其實就差不多位置 昨天開市位在87.6元 這裏就是一個歷史高位 如果用足身計算 現在是87.5元 就很貼近昨天的開市位 希望稍後看看收市時 可否也收穩這個位置 但其實差一點 走勢都可以 中午都說可以買 但如果現在才追 不論你之前坐上來或現在追 都要拿緊的指責位和指蝕位 因為這兩天 足身也是去到這個位 就是83.75元 你看到這些位置 都是有支持的 現在用短抄的角度來講 可以參考這個位置 做一個指蝕或指責的平倉位置 除了看那些比較易凍 做好一點的股份 又看一些出了業績 瑞星也出了業績 業績之後 看到股價表現也不太好 跌了4% 補36.85元 業績是中期順利 7.7億人民幣 按年跌了5.6元 每股盈利是6.4元 派中期息4.4元 上年同期也是派4.4元 用這個業績 其實的亮點 就是順利倒退得挺厲害 跌了5.6元 相信都有受貿易戰影響的因素 其實它本身就是 受著影響特別多的股份 現在其實股價就有機會要穿底 現在就來到36.85元 當時其實前今個月有下市 就去到35元 其實現在跟底都非常接近 未買就不要買 之前也看到有些朋友在YouTube上 就說在YouTube上 就說想看看可不可以買的 不過我記得那時候 都沒有時間去搭 所以那時候沒有搭 希望就沒有買到 然後其實 信羽和瑞昇 是一個藍醜的科技孖寶 似乎之前的走勢比較似 但現在就越來越差得遠了 瑞昇出了一個業績之後 就更加下跌 有穿底的危機 現在呢 這個Steven在這裡留言 等一會 現在呢 我看到Ami 想看一隻信羽 說到瑞昇就看一隻信羽 今天算是一個小小的洋竹 信羽在近期 高位就在昨天的107.5元 這裡 這也是歷史高位 最近的前頂就是109.6元 這裡 其實Ami 應該是佔了 佔了的話 我覺得其實現在 現時還可以繼續維持 昨天 昨天 投資了 我就覺得 現在始終它在上升之中 但昨天真的陰足 但也要看一點 如果升穿107.5元 就要考慮止洩 就怕它再去109.6元 就再去破頂了 但現在今天就10指星的話 就少少落 我覺得如果投資 是可以都繼續維持 然後 再看其他的今天 今天也有很多異動的股份 中午就看了那隻 Platnera 就是一個大跌 跌了整七成 看看這隻 也是半身股的6117 不過那隻Platnera 是挺恐怖的 因為先更新它的股價走勢 1949 它今天其實就很恐怖 在歷史高位度 昨天去到就大跌了七成 現在看看跌幅 都是七成的 就報1.07 其實今天有穿過一文天 報9.2 現在就想翻一點 但還是不會罵的 就收到消息 原來 在WhatsApp群中有些傳聞 就說原來有微信旅 是推介過這隻的 也挺恐怖的 如果看到一些 其實 半身股又不是很清楚是甚麼 其實它本身是泰國的IT公司 因為其實科技的公司 特別它重要是泰國 我想大家都不是很熟悉這間公司 其實它的業務究竟是否實在 各樣呢 你不同一個 例如水泥內房 你真的有一個實質的資產在裡面 這些就是容易比較 可以水分高的公司 而且特別炒上 這樣炒上法 就天天破頂 然後還要有一些微信旅推介 就是一個高危的股份 不過我想大家似乎都沒有朋友說 是有這個貨的 總之就沒有貨 都不要再去打算罵 就是非常之恐怖 接著就另一隻的半身股 6117 今天升幅非常之驚人 一度升了一倍 暫時升幅收窄一點 升8乘3保1.67 這隻就是一個山東的 做一個港口業務 其實上市之後 除了第一天炒高下 已經倒下來了 倒下來了 其實也就穿了底 但突然間炒上 就因為日照港月囊的實控人 就更改了 更改為山東國資 但其實他本身都是一個 比較國有的 因為獲得山東省的國資委 以及山東省港口集團 以及日照市的政府宣布 同意就是 之前本身有將公司持有的股權 建議重組完成之後 最終控股人就會由日照市政府 變更為山東省國資委 其實本身已經是一個國有 現在山東省比日照市政府 更高一個層次的 政府架構上更加高的層次 現在是省國資委 去持有它 其實內地的青島港 日照港和煙台港 還有潑海灣港口集團 控股規劃昨天就在青島簽署了 即是山東省的港口資產 整合落地 業界分析覺得 山東會做大做強 這個港口資產 所以作為上市公司的日照港月囊 就有望可以受惠 但如果今天升得那麼高 我就不會去追 現時就1.67元 前頂就是1.5毫半 其實就突破了 但這個6月時的頂頂 1.9毫1 今天其實就有衝高過 但站不住下來 所以我就覺得暫時都不會追 升得太誇張了 一日升了一倍 雖然它本身的基數低 如果用一個小事圖來看的話 其實它今天就小事圖來看 今天就有去到1.8毫1之後 其實就有掉頭 掉頭之後 臨尾還塌得強一點 幸好就彈上來 都站住了1.67元 如果你這樣看 都怕它會不會升得誇張之後 就會回復 很怕一日大升的雷 現在就恆指競格時段當中 暴復26,190點 升141點 成交方面就710億 休息一會 待會就看看大家的留言 好 回到節目時間 Tony說6098很強 剛才突破前頂 是19.8毫6 然後Mimi說3319還追不追好呢 其實今天兩隻都強勢 但以迫復來說 破了頂當然是強勢一點 但如果 因為現在 今天升了那麼多 我就會觀望下星期一 看看它的走勢如何 如果現在要考慮兩隻 選一隻 其實我就會選雅生活 雅生活其實都是有發刑起 當日7月裂口高開 這天裂口底是15.2 現在就升穿這些位置 其實這裏上面有一個孤島 最低位是15.04 剛才都已經滑過了 今天也突破了這個位置 上升了15.6 現時都勁價當中 不過我想你現在就未必買得遲了 現在15.6的話 其實上回來 不過你現在未買得遲 或者都好的 你可以看回明天 星期一 星期一開始 繼續站穩在這個 當時的15.04上面 這樣追入 或者都可以穩陣一點 而且今天大升之後 或者明天 星期一的時候 如果你不低過15.04 其實可以進入的 上升了這個高位 就是16.34 看看有沒有機會 亦都破了頂 因為它始終想突破到這個阻力 我覺得現在可以買入 而且本身的業績應該都不差 出現那個盈氣 我覺得可以考慮追 然後粗星梁就說 6169 可不可以追入 這樣呢 等等 6169與華 其實之前收購了山東的一個學院之後 都很厲害 現在來到這個位 4元 就開始很近前頂 4.03元 其實如果之前 我記得之前 其實它走勢不錯 也有朋友問 但是呢 因為就開始 來到這些位 就很近前面的阻力 現在都收市了 收4元 我覺得你可以看看 星期一 會不會有機會 就突破這個位 才追入 如果不是 如果4.03的阻力 衝不破 有機會回落 變成是在高位賣 高追了賣就不好了 都是欠三先 星期一 如果都站穩 突破就好一點 然後 Kent就說 2359已經吃了 多謝推介 都挺好的 雖然它其實還在破頂 不過始終都是賺錢 然後就有700 334.6元 上網 現在呢 嗯 我覺得它其實就 不算說近期 不算特別強勢 但是也不算很差 近期都是在橫行 334.6元 進入了的話 近期它 不過你可以說它近期 你現在其實近 近期的底 326.4元 始終都是 算是 如果你要做一個 止蝕位 就可以容易拿捏到 如果你現價買的 也有這個好處 上網 首先要衝播 就是前面 8月9日 有個陰燭頂 就是346.6元 首先看看這個位置 第一步就突破這裡 不過要突破這裡 都需要少少力水 再上就可以上網 這裡的這個頂 不過 當時就跌得比較急 這樣插了下來 而它跌完之後 又反彈到346.6元 就遇到一些阻力 所以都 先看了第一步 看了這個346.6 如果上網的第一步就 好 接著就說 以1963 Johnny就說 30元買入了的復星 現時就23.7元 這樣的話 其實復星醫藥的走勢 我覺得是一般的 其實它也跌得很急 跌到20.5元 這裡就看到有個支持 亦都能夠彈上去 現在來到20... 現在始終它跌完回調完之後 有一個反彈的話 我覺得你暫時可以不需要急著放著 現在就來到23.7元 其實前面這一段 7月都算是橫行的 這裡橫行了 去到24.8元左右 其實都 都挺有阻力的 而橫行的底部 就是23.25元 現在就算是 上回到這個橫行區 好少少 你上回去看看 站不站穩之後 你可以觀望一下 它會不會有機會 衝破24.8元 我覺得暫時可以先保持 因為始終當時的低位 跌的時候 你又沒有離開 現在正在反彈 可以繼續看下有沒有機會 家鄉就遙遠一點 你至少看看有沒有機會 做好一點的價格 甚至如果 它真的走勢好 你都可以上回去 家鄉就在這裡 30元 看看走勢好有沒有機會 不過就不要看到這麼遙遠 就突破到24.8元 7月 還行了一個 整個月的一個阻力線 然後我看到 大家正在看3813 就是 Edward就說 3813 4.5元有課的 Hanny Steven也留言 就說 何時有去到 何時有見過4.5元 其實近期都沒有見 近期就沒有4.5元 因為近期 這個高位都是2.68元 這裏 4.5元 除非可能打錯了 或是更早的時候就進入了 都不是一個米筋鍊 因為這兩個6.8元 其實已經是很久之前 如果是足身計 已經是很久之前 兩個6.8元 這個價位已經是 我當你會不會是 兩個半 還是打錯了號碼呢 總之 如果有課的話 其實現時就兩個4.2元 之前 其實它就突破了 兩個3.7元 它前幾天大升的時候 就突破了兩個3.7元 這樣的話 我覺得暫時 它也沒有去失去這些位置 我覺得還可以保持住 除非它 連兩個3.7元也穿起來 因為你看它這幾天 其實 最低 都是低於兩個3.9元 就算不看足身 看影線 即是看一個day low 都是去到兩個3.9元 所以 暫時 前面的一個兩個3.7元 阻力 就是沒有衝破的 接著我看到Steven就留言 說幫我跟Jason說 不要亂說沒有機會 問他有機會 有沒有新手出來拿 他說 信義光能968 就已經站穩了 突破了 是的 信義光能 其實就突破了這個前頂 就是4.5元的一個頂位 突破完之後 其實這幾天都站穩 但是昨天就有現到陰燭 但是 今天也都突破了昨天的陰燭 暫時是4.89元 其實現在的走勢是不錯的 昨天就去到4.73元 看看Jason 會不會現在追回進去 然後Edward就說 他剛才看那隻3813的時候 就是打錯了 就是2.4.5元有貨 現在就2.4.2元 其實都跟現在是很近價 OK 都是在看 因為我們看前頂2.37元 就突破了 用這個位置 就看看要來做 指示 跟你的距離其實都不太遠 如果作為短炒 可以捉緊一點 就2.37元 Bonnie還是持有 2.43元有貨 跟Edward的價格差不多 我覺得都是OK 就可以繼續持有 然後 社內衛美就說 9.68元 他就是4.82元 站穩了 可不可以加貨呢 其實我覺得 他這個信義光能 是在破頂 走勢是非常之好的 我不知道你本身 是有多少貨 我覺得 我覺得沒有是可以買 但如果你有貨 除非你真的好不夠 但我覺得如果有貨 就不需要放在重鑄 去一隻裡面 看看你是否真的 好不夠貨 除非你可能只是 買了很少 否則我覺得有 都OK 不需要再拉高自己的成本 可以看看有沒有其他好東西 還有60.98元 都有貨 20元有貨 破頂了 可不可以上網22元 現在已經收報21元 欠1元 就到你的目標22元 可以上網 今天最高有達到21.45元 破了頂 你當是逐元逐元 或者一成一成 給自己一個目標 可以上網22元 先看 如果你擔心它回 起碼 你可以考慮看到陰燭就走 或者塞前頂 19.86元 不過這個就太遠了 我覺得可以 如果你現在都賺 可以在看一點 例如不要讓它現陰燭 到時就再去 或者即時再看看 那個分析會是怎樣的 好 今天這節時間到這裡 我看到Edward就說 如何才可以 加入師傅的WhatsApp Group 你就可以 打來我們的電話 這裏和Facebook 及網站 都有一個聯絡方法 我們會有客服 會專人幫你做安排 今天這節時間到這裡 恆子完成了競價時段之後 現在收回26,200點 其實在這些位置徘徊 近日都沒有甚麼方向 收報26,179點 升130點 全日總成家是742億 都是繼續 細波幅、細成交 我們下星期一早上9點15分 回來再和大家見面 祝大家有一個愉快的週末 拜拜